大家好 根据国内媒体转速以色列时报的报道 在11月5号 以色列召开的内阁会议当中 以色列的遗产部部长阿米查伊 埃利亚胡声称 在于哈尔玛斯的战争选择之一 是向加沙地带投掷一枚核弹 该言论立刻引起该国政客的不满 那么内塔尼亚胡也迅速驳斥了这一说法 并暂停了埃利亚胡参加以色列内阁会议的资格 但是又同样是以色列时报报道 随后埃利亚胡在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 被问是否应该向加沙投地原子弹的时候 埃利亚胡回答 这是可能性之一 其实我们可以说就是以色列向加沙发出了核威设 至于内塔尼亚胡的痛斥他 我觉得都是在唱双簧 也就是说一方面发出核威设 另外一方面内塔尼亚胡又反对核威设 就是一个差红脸一个差黑脸 同时对巴勒斯坦或者是对穆斯林国家进行核恐涉 我终于明白了11月6号左右 国际的右期货突然一天涨1000%多 当时想可能是伊朗要重启核试验 现在大概明白了 如果以色列向加沙投掷原子弹的话 那伊朗铁定要重启核试验的 这个事情的影响是不小的 这个一方面暴露了以色列反人类的嘴脸 同样的 也说明以色列其实打得非常拉宽 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的报道 以色列多么牛逼科技多么牛逼多么英明神武 对吧 在前两次中东战争当中 以色列几百万人 打赢了中东几亿人 哪多么厉害等等 这都是胡扯的 其实前两次中东战争 本指以色列都是大国支持的 都是大国支持的 是美苏支持以色列 其实英法是支持阿拉伯世界的 但是最终英法失败了 本指是那一轮的世界霸权的转移 背后是大国 其实这一轮 没有大国的武力支持 这一次美国只提供了军事和武器的支持 其实和乌克兰差不多 美国的士兵目前并没有下场 并没有下场 那么真正上前线打仗的都是以色列人自己 其实很拉胯的 很拉胯的 双方无论在经济上武器上情报上 包括先进的科技上 比如精确制导 卫星通信等等 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甚至不在一个时代上 不在一个时代上 虽然加沙地带大楼很多 但都是平民也没有什么科技 包括他的供水粮食 都要对吧 通道都被以色列封锁住了 都被以色列封锁住了 说完全不在一个次元上 那么这个内塔尼亚湖 从半个月前就要进攻加沙 进攻到现在 也只打了个边边角角 也只打了个边边角角 其实这也说明啊 以色列的这一轮 其实是非常拉胯的 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的战果 而美国呢 也并没有加入战团 美国虽然给了钱 航母也过去了 但是拜登去过一次 以色列 布林肯已经去了三次了 这一次啊 布林肯第三次去 我们通过相关的报道 可以看到 布林肯去以色列 核心的主张和拜登差不多 就是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 但是并不支持以色列激攻加沙 又得不到美国的支持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铸掉失败 尤其是对以内塔尼亚胡 为代表的利库德集团 这一次如果 在加沙问题上失败 对吧 这不仅仅是 内塔尼亚胡 还有利库德集团 政治生命的结束 这个内塔尼亚胡 1589要进监狱的 因为在战争之前 这个内塔尼亚胡 搞的一些司法改革 以色列人民 已经无数次上街了 难免会孤注一掷 难免会孤注一掷 同样的对以色列本身来说 对吧 他的生存其实是岌岌可危的 只要美军撤出了中东 以色列 对吧 他的生存危机就时刻存在 所以我一直保持一个观点 就是以色列这一次铤而走险 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美国撤出中东 以色列内心是非常不甘的 对吧 他的主要目的 是想让美国重回中东 让美国重回中东 所以铤而走险 但是美国并没有接招 美国的核心目的 还是要对付东方某大国 对吧 美国好不容易把兵力撤出去了 重返亚太 这个以色列要逼得重新回来 虽然以色列是亲爹爹 犹太人是亲爸爸 但是似乎这个亲爹爹和亲爸爸 也没有真正的能够达到 让美国不顾自己的核心利益 对吧 去重返中东 在陷入人民战争的 旺亚大海当中 美国的上一次衰落 就是小布什 入侵伊拉克 对吧 如果这一次再陷进去 美国霸权基本就把屁了 game over 所以对这个消息 我个人认为 就是以色列一个板斩 一个红脸 一个出来搞核威慑 一个出来说好话 但是以色列的尿性 不排除 他真的会使用 真的会使用的 如果使用了 加沙地带肯定是人间惨剧 但是同时也意味着 以色列彻底 就从地图上消失了 就像伊朗最高精神领袖 哈梅内伊说的 如果真的用了核弹 加沙人间惨剧 大型的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也不可能支持他 这个时候美国也就 和世界背道而驰了 所谓的美元霸权等等 都会随之烟消云散 所以 所以这是一个硬气化 同时也是一个泄气化 再加上说这个话的 是在以色列的内阁会议 是一个部长讲的 对吧 这个部长 以色列内阁会议 都是在做最高决策的 也充分说明 以色列内部 对这场战争是悲观的 是悲观的 对吧 如果以色列在地面上 已经把哈马斯打的屁股尿流 取得无数战果 那以色列会有无数的新闻 会有无数的视频 来炫耀自己的战果 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 我们看到 反而是加沙地带死的都是平民 以色列死了很多的士兵 包括一些高级军官 加沙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被击毙 也就是说在境外 对吧 被抓到一些 被抓到一些 但是被抓到这些 基本都是已经边缘化的 真正的 还在核心的 甚至指挥战争的 目前并没有 完全一个也没有看到 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到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 美国当时 也考虑过对志愿军核打击 甚至包括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也做出了核卑社 但是 对吧 这个世界不是美国说了算 苏联其实和我们暗恨情仇 但是当时美国对中国做核卑社 还是苏联进行了主要的反击 中国虽然原子弹尸爆了 但是还是投不出去 对吧 这个苏联大概就是 你要给中国打核弹 我就给欧洲来 我就给欧洲来 那同样的 那加沙背后就没有老大吗 是不是 伊朗虽然这个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试爆出原子弹 这里补充一下 其实原子弹这个东西 对我们来说很难 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不是很难的东西 关键就是各种原材料的禁运 只要背后有人偷偷的给他 他自然就造得出来 这个东西不是很难 不是很难 所以 现在就要搞这个核卫社 显然对以色列来说 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是一个好消息 除了暴露他的虚弱 已经没有什么了 没有什么了 也说明以色列已经失败在即 失败在即 失败在即 这个拜登和布林肯等等 虽然不敢上 不敢明妙上去反对他的亲爹爹 但是对吧 也一直让他克制 让他克制 让他克制 让他克制原因是美国不可能出兵的 当然如果美国真的出兵 我是很高兴的 用张赵忠几年的话讲 美国真的上市霸权 还需要一场错误的战争 就像当年小布什打伊拉克一样 美国再来第二场战争 那就彻底改屁了 小布什那场战争 当然小布什不止伊拉克 还包括阿富汗 这两场战争 对美国的打击是无一伦比的 对不对 当年美国都抢上了 虽然今天美国这个GDP比我们还强 但是 双方已经可以平等平坐了 但是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之前 是不可以 是不可以 所以其实美国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很多事情 对吧 就像一战二战 欧洲这些列强知不知道呢 轻易战断不能开 当然知道了 但是很多事情啊 箭在鞋上不得不发 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吧 再加上马上 这个欧洲 美国都要到选举了 各种选举的因素 各种因素叠加起来 很难免不会昏招贫处 那好 我们世民以待吧 世民以待吧 哎呀 其实这个战争如果规模扩大 尤其是美国亲自下场 对吧 对加沙 甚至加沙周边的 这个穆斯林国家的平民呢 不是一件好事情 很多平民呢 对吧 要陷入无尽的地域当中 但是也客观的讲 如果美国参与这场战争 对中国来说呢 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 历史基于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对加沙